Hello 大家好 上一集大家看過了 我用R-103.4拍表妹去海灘跟陽光玩遊戲 其實當一天我帶了一支R-52光圈一代拍照 不過我用這支鏡去拍的時候 都差不多是黃昏日落 拍出來的效果是怎樣的呢 一會兒就可以看看照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現在就去看看照片的效果是怎樣的 其實你看看一張 類似風景照 其實修世光圈拍出來 紙邊都嚴重 這些白色反白的位置 紙邊都嚴重在這 這些位置可以看到 一定是舊鏡的感覺 全部出來了 不過後期修正 大家看到顏色還原 我又覺得蠻自然的 而且色彩表現都OK的 永遠都是舊鏡正光影 色彩真是漂亮的 看看這個樹葉 我又覺得很柔和 很漂亮 這種感覺又 還有散勁都OK的 一支三千多元的鏡 我覺得蠻吸引的 這種柔和的感覺 很有舊鏡的味道 我覺得是 為什麼我們經常玩舊鏡呢 就是追求這些味道 好 看女兒了 看看表妹的表現是怎樣的 皮膚質感 這張呢 我又覺得 它又拍到幾 怎麼說呢 皮膚又真的幾滑漏 這些照片 我真的沒有怎樣去撿過 那些皮膚的了 因為如果我逐張去撿 然後逐張去說出來 都幾浪費時間了 有時候真的 其實這支鏡 你修小一點光圈 我記得這一張應該去到四度 對 感覺都很滑 皮膚質感都很滑 對 看回這個 其實呢 這張照片 我做過一點 都是拉低 那個highlight 還有那個exposure 拉高了 OK 對了 那個white balance 我就調黃一點 指邊都非常之厲害 可能這張照片 都是二光圈開盡的 這張照片都是 但是呢 對焦呢 用天弓自動環去對焦 我又覺得呢 又對賭 很準確 這件事又真的是 那拍出來的效果呢 我覺得這個立體感 都幾好 這支鏡 那你幾千元 五十二光圈 拉卡鏡 都有拉卡的特色 OK 好 看回這張了 它 如果再 真的 你看到 你看到這張 背光 陽光在後面 射過來 這個感覺 哇 那些頭髮真的很漂亮 還有呢 前面呢 都對得準的時候呢 其實都 那個shortless 都幾高 又不是說 很太柔和的感覺 這一張照片又真的是 對啦 看到那個shortless 都幾高下 所有東西都 都出來看得到的 還有 它那個 反差呢 我覺得 沒有那些 新鏡呢 那麼硬的 那種感覺是 沒有那麼硬的時候呢 你拍人像 看下去 就舒服很多了 好 看回這張了 真的我對著陽光 特意去Fort 進來 看看它是怎樣的效果 這些舊鏡呢 coating呢 我看一下先 其實我真的exactly 用這支了 是很淡的 淡的紫黃色 所以一Fort進來 那些光一射進來 整支鏡呢 是抵受不住 那些 它的coating 是抵受不住 那個入光的 那整支鏡呢 即是那些舊鏡呢 就會有這種效果的 就沒有了色 淡了色 整個畫面 都Fort進來 就是那些光 那其實這件事 就是玩舊鏡呢 有些人都幾追求 那樣東西的感覺 那個感覺的 因為新鏡呢 無論怎樣 那些陽光射進來 它都抗耀光能力都很高的 就沒有了這種感覺的 那所以這件事 都是玩舊鏡的 有趣之處來的 我覺得是 OK 這一張照片 就更加可以 給大家看到 那些舊鏡呢 那些光 Fort進來 就真是 什麼顏色都淡了 這件事 剛才我講了 非常之好 有舊鏡 有這種玩法就真是 好 正光了 正光看看先 正光呢 對於舊鏡來說 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永遠都是非常之美的 你會見到 層次感 皮膚質感 所有的東西 都在那裡 還有 那個色彩還原度 我覺得都很自然的 很高的色彩還原度 嘩 這張對不到焦 可能表妹走得太快 還是我手震呢 咦 這張打卡照 對了 拍回它背部 有些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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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會盡量去 寶寶 瘦瘦腳的臉 這樣 好有趣 在這裏 見到有個公仔 我當時寶寶 也會見到 這裏 我特意去保留它 可能之前有人在這裏 畫一畫的公仔 所以在這裏打卡 接著公仔 挺有趣 對了 表妹其實穿這件 脖子檔內 我覺得很美 加上眼鏡會比較好 因為裡面會眼的小 不是眼大大 剛剛也說 如果光粉進來的照片 就是光光放進來的照片 轉成黑白 那種感覺又挺有趣 因為我都很喜歡黑白照片 這張照片轉成黑白 之後 這樣光放進來 怎樣調調 調暗些 contrac 調高一些 怎樣調高一些 都是調不出的 但我覺得這一種是一種特色來的 Dehase 那裡會不會 原來Dehase 可以改善到 這個Ford進來光的情況 還不錯 不過我還是喜歡光Ford進來的感覺會好一點 這樣才像舊鏡 還有就是 剛剛在陽光射進來這種感覺 新鏡也是完全做不到的 舊鏡才做到的 我覺得這些都蠻好玩的 有一些舊鏡的味道 去Dehase 這個功能裡面 就可以減低了前面那種暴化的感覺 其實都可以 現在的Lightroom都很厲害 可以搶救到這種東西 你玩舊鏡可以有不同的特色 如果你這樣Lightroom都可以做到的話 所有東西 好 這一張照片我都蠻喜歡的 因為不知為何拍這張照片的時候 我對焦一對表妹 可能真的對不到她 因為有些朦朧的感覺 拍到她朦朧的 還有後面的背景 她都說這裏都很漂亮 情人橋 她都把這張照片做了她自己的 這個VChat的封面 不知為何她又很喜歡這張照片 我都ok的這張照片 ok 修細光圈 收到8、11、去拍風景 究竟這張照片的表現是怎樣的呢 其實我覺得不會很sharp 不會sharp到戒眼的 所以拍風景 我又覺得如果你是追求一些 很銳利感覺的風景照 這張照片其實就不是太合適的 如果你說去新一些 那些ASPH那些鏡 我覺得會是好一點的 因為有時拍風景照 就不是說你追求一些 很有feel 感覺的照片 我覺得拍風景都是 比較sharp 會好一點的 那又不同影人 那這支鏡拍風景的確是 會 soft 一點 我覺得是 那個分辨度 那個感覺真的 真的不會說很sharp 那種感覺來的 影人呢 我覺得跟風景又不同 你看這些照片 真是很有感覺 剛剛差不多是日落 那個太陽斜斜地射下來 這一種光是會比較漂亮很多 我覺得是 上一集看沙灘那些 是靜五、兩點鐘去拍的 那些光是很硬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用油光板去遮光 那這一輯照 就差不多是六點幾 那時候去拍的了 那所以 那時候太陽都很斜地射下來 很柔和的光線 所以拍到皮膚的質感 是很柔和的那種感覺 那所以大家去拍照的時候 都有時要注意一下陽光的角度 和時間 如果你說 時間真的沒得攪的 一定要是中午去拍的 那你就帶一塊油光板 反光板 去遮光 那去到這些這麼漂亮的光 這些叫做 去拍照 去拍照是非常漂亮的 那但是這個時間 就一定要自己去爭取拍照的位置 角度 那拍照我就有少少東西 我跟大家分享 以前去拍分紗攝影 那去到一個地方 我們都會看完地圖 看完日落時間 太陽會有幾點鐘 會有什麼角度 下來 我們去一個地方去拍照之前 之前那一天 我們都要看完所有東西 看完光 我們才會去 跟新人一起去拍照的 就很少一去到就馬上拍照 那樣的 所以做些什麼都要做足準備功夫 還有先做功課 好 看回照片 其實我蠻喜歡這幾張照片 因為那個太陽 真的很柔和地射下來 所以乾線很漂亮 射回去皮膚的質感 還有天氣又很漂亮 雲又不是說很多 差不多一塊雲都沒有 拍出來那種效果 我覺得呢 質感是很漂亮的 真的 所以 不是說一些 很Sharp的鏡子 很新的鏡子 可以做到這種感覺 其實它也是Sharp的 不過它Sharp得來 很柔和的那種感覺 這些是一些 舊鏡的特色來的 所以我蠻喜歡用一些 舊鏡去拍照人 全開光圈的時候 就有一種很Soft的感覺 收細光圈去拍攝人的時候 也不會Sharp到好像戒眼 那樣的感覺 就很不舒服的感覺 還有呢 有時候你做後期 皮膚不是說太好的時候 什麼都看得了 什麼都那麼Sharp 其實你收拾相片都收拾得 挺辛苦的 還有摩托看到 什麼都看了出來 不是說這麼好的一件事來的 真的太Sharp的相片 其實這張我都很喜歡的 真的 頭髮一絲絲都會看到 但是皮膚的質感 又真的 好像看廣告那樣 皮膚的質感很柔和的 真的 對 很漂亮 這種感覺 我都不知道 怎樣去形容這種感覺 你會見到 哇 表妹都滿頭大汗 都可以看到這些 這麼細緻的位置 但是呢 又不會說真的 嘩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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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東西都可以看到 又不會 又不用說怎樣去 去收拾相片去收拾皮膚 非常之漂亮 拍出來這件事 對 好了 有些黑白相片 就轉回黑白了 這些都是一些 挺有抹的相片 我覺得 嘩 表妹都拍得很累 看看有沒有蟹仔粥 有沒有魚仔粥 她說 這些相片呢 我覺得都挺有趣的 對 好了 去到最後 看一下先 有沒有更多的相片 分享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先 拍黑白相片 這支鏡呢 我其實呢 覺得呢 她那個MODE又做得挺好的 她那個MODE又真是 不錯的 嘩 真是 蹲在這裡都有感情 真的看到眼睛 OK 好 其實真的不差 拍出來那種感覺 好了 我就再看一下 都是液光影 這些相片 好像說 一些文青都挺喜歡的 沒有什麼光 沒有什麼細緻 沒有什麼立體感 很平 這樣 挺有趣的 那表妹呢 就很喜歡這張相片 那 又是她抖音那裡 就放了出來 那這張相片 我當然跟她 撿過了很多東西 皮膚 身形 所有的東西 缺點 我都幫她撿走了 這一張就 所以看出來是有不同的 好 到最後呢 到最後呢 到最後這幾張了 那這幾張呢 我其實都挺喜歡的 其實拍照呢 就不會說 只是拍個人 有時呢 他們做什麼呢 我都會Capture一下 去逛逛海灘 很Free地拍照 還有呢 這張相片 其實我也挺喜歡的 顏色 拍到手臂 拍到頭髮 也不用說 一定要看到樣子才OK的 所以這些 都是一些拍照的感覺來的 那這一張也是 就是啦 你會見到那個背景 和那個前後 即是前面的前景 和後面的背景 都分離得很好 那我其實最喜歡 那張黑白照 那有時拍照呢 就不是說 跟別人去交代什麼 你自己覺得漂亮 就OK的了 那就是 有時說 很多人都去教別人拍照 還有很多人都上去 學拍照 那 怎樣去學得 拍照得漂亮呢 那其實 我覺得拍照 都是一種藝術來的 藝術就沒有說漂亮和不漂亮 還有好和不好 只不過是 你喜歡和不喜歡的 即是你拍張照 又不用跟別人交代 又不用跟別人去賺錢的 那其實你拍照 喜歡那個感覺 和喜歡怎樣去拍都OK的 即是沒有一定的規律 那很多人都說 不是喔 一定是多少光圈去拍 一定的構圖是這樣的 一定是怎樣 那真的 藝術沒有一定的 只是數學 數據的東西才是一定的 1加1就一定是等於2的 這些就一定的了 那拍照就沒有規定你去做些什麼 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去拍一張照 而他覺得漂亮就OK的了 OK 那這件事是我個人的感覺 那大家可能有不同的意見都不奇怪的 可能有些人喜歡拍照 我一定要學到些什麼 一定要怎樣 其實拍一張漂亮的照 只要你放開心情去拍 那就OK的了 我覺得是 好 那看完這支鏡的那個 影人和影風景的表現 其實二千多三千塊 有這個效果 我覺得都是非常之好的 那如果你想試一下這支鏡 又或者拍人的效果是怎樣 其實都可以來到店鋪這裡 去試這支鏡 我就分享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